大年初一指揮中心 雖然是沒有記者會 但是本土確診呢 還是持續的增加 今天本土新增了16例 都是落在目前疫情相對嚴重的 桃園跟高雄 雖然其中有10例 都是居家隔離期間 因轉陽 但是要注意的是 有兩處呢 還是有新增感染源不明的案例 因此春節防疫 還是不能掉以輕刑 今天有個案有60個60例 那其中16例是本土病例 44例是境外輸入的個案 大年初一本土疫情依舊沒有停歇 新增本土16例當中 主要有9例都是高雄個案 桃園也有7例 其中有10例是在居家隔離期間 因轉陽 高雄的9例裡面 就是分別是 郊西長榮相關的幼兒園 有6例 那再來是高雄港相關的 有同住家屬有2例 那最後還有一個是 感染源代查的部分 除了可以追溯的群聚案有新增 感染源不明個案也在擴染 一名在1月25號南下台中高雄旅遊 感染源不明的國中生 他的爸爸也接續確診 父子兩人CT值大約20左右 回退這名個案是在1月10號入境台灣 檢疫期滿採檢陰性後 25號開始自主健康管理 25號的30號都是在高雄活動 兒子在26號抵達高雄 初步研判發病日是在1月29號 但到底是誰傳給誰 以及兩人足跡都還要持續疫調當中 郊西長榮鳳凰酒店延伸到高雄幼兒園 總共有6例確診 包括兩對母子 一例幼兒園學生 以及他的哥哥 因為不是就讀同一間幼兒園 第一時間沒有被匡列到 弟弟是在28號開始居家隔離 30號確診 哥哥則是要送檢疫旅館隔離時 採檢確診 桃園傳染鏈也在擴大 主委中心也坦言 目前高雄感染源不明的父子疫情 以及桃園某物流公司 是需要密切觀察的兩個重點 春節期間難保社區 還有看不見的病毒流竄 防疫工作更使不得鬆懈 借綜合報導 中文字幕提供